耶,我终于达到YouTube标准,可以借由今天YouTube频道来赚钱了耶 哇,感觉上已经是个货真价实的YouTuber了 太令人高兴了,没想要能够走到这一步 那到底是经过多少的时间呢? 然后呢,又赚了多少钱呢? 来,我来跟大家做报告 那这个就要从去年的9月开始讲起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符合他这个广告分论的标准 但是呢,他那时候说我可以先参加他的伙伴计划 也就是可以开始招收会员 可以接受一些超级感谢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到了11月 去年的11月,就是2023年的11月 那我终于达到他的标准了 那他的标准我记得好像是有浮动,有改变 那我去年那个时候,去年11月符合的标准 就是订阅人数要超过1000 然后呢,在一年内,365天内 我的总观赏时数 频道内所有的影片的总观赏时数 加起来的话要超过4000小时 那那个时候就达到了,哇,就觉得很开心 那当然达到是一回事啦 因为他就会开始慢慢的累积一些广告分论 那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从11月 然后接下来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关税务资料的部分 然后税籍资料 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些验证啊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卡在名字上面 然后卡了很久 那当然我前一段影片有跟大家说过啦 那我前一段影片说的是什么 也就是下一个里程 我从9月提前参加他的伙伴计划 11月正式加入伙伴计划 达到他的标准 然后接下来的话中间的税籍资料 然后接下来就是2024年的元月 就是1月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呢,有这个做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给大家看 我终于收到了这个地址的认证信 所以呢,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里程 那顺其资料OK了 然后呢,他会寄真的实体的信来 然后呢,来跟我做这个地址的认证 身份的认证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到今年的元月 就是1月了 然后呢,就已经没问题了 接下来就要等我的广告分论啊 还有会员啊,超级感谢啊 等等的一直累积到标准 他才会开始给我钱 那这个所谓的标准呢 他起付的标准 也就是你要从YouTube赚到钱 最基本的标准 就是你的所有收入加起来 要超过100美金 也就是大概是台币3000块左右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到现在 我只有收到一个会员 然后还有接收到一笔的超级感谢 所以呢,其他的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这个 广告的分论 就是影片中间的广告 然后还有 Shorts中间的一些广告 是不是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话呢 今天是7月25号 就是这个 我上次遇到这个事情 是多久以前啊 台北市竟然连放两天的台风假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 对啊 24、25嘛 就星期三、四嘛 对不对 好 那不过你大概没有兴趣听这个 来我来跟大家说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完了 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 我已经讲完了 讲完也就是 我达到标准了 也就是呢 我现在的收入 已经到100块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3000块台币左右 也就是说 从去年的11月 然后呢 一直到现在7月 哇 那这个经过了多久 8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 那不过其实 不是到7月啦 因为我就 没有去看了 虽然说 他在我的资讯主页 都会讲 这个过去28天以来啦 初补我的 这个收入是多少啊 然后总观赏次数 总观赏时数啊 那当然就会觉得 6月底7月 就觉得他有跳比较多了 那我就想说 好吧 所以我大概在 十几天前的话 我就去check一下 我就去看一下 结果就发现 我在6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符合了 他的标准 那他也没有寄通知给我 因为 那个时候是看这个 在盈利那边的话呢 那一些我该提供的资料 都已经有了 那他就说 我现在没有 需要下一步的动作 要等到 我的收入达到了 起付金额 也就是100块美金 那我就想 他可能会通知我 所以我就没有 特别的去看 那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从6月底到7月 突然觉得他预估的 我这个28天内的收入 已经非常多了 那非常多的意思 当然是跟我过去比 因为我之前 不知道有没有 跟大家说过 我大概 28天内估计的收入 大概就是 三四百块 然后有时候会掉到 两百多块 所以也就是一天 大概十块钱左右 那但是呢 我那时候就想 我好像最近还不错 那我就去看一下 6月底就已经达到标准了 那6月底就是 美金101块 那达到标准了的话呢 所以这样花了多少时间 也就是从去年的11月 能够符合他的这个标准 开始收广告收入 还有会员 然后还有超级感谢 那个呢 一直到6月 所以也就是花了 七个月的时间 那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我的频道 赚了100块美金 那也就是说 七个月 然后呢 就大概是200天 那200天 赚了3000块台币 所以很少 对不对 很少 那当然 就是个收入啦 还是很开心啦 那反正就慢慢来嘛 慢慢来 那而且这也可以说 是我从这个 二月离开学校之后 我的第一笔收入 太感动了 那感动之余的话 就要赶快去跟 YouTube的系统 去跟他填 填他的这个付款方式啊 因为之前的话 他说 我的收入还没有到 起付的金额 所以不需要填 那他那时候是说 达到标准会通知我 那当然可能我太新奇了 我就先跑去看 然后呢 好吧我就去看看 就觉得很开心 很兴奋 然后我就点这个 付款的资讯 当然是指他付款给我 那就付款的资讯 结果我就发现 付款资讯的话呢 付款的方法有两种 那第一种的话 就是收支票 那么第二种的话 就是用汇款 它叫做电汇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两种方法 那收支票 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有很传统的 收到钱的感觉 当然支票不是钱 不过呢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而且就会觉得 其实就算在国内也一样 收支票很麻烦 因为你还要签名啊 背书啊 然后还要把它存到 这个银行的户头里面去 然后呢 而且呢 如果你要跟YouTube 收支票的话 那他的手续费会比较贵 而且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而且听说他把支票寄来 好像你还要寄回去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没有仔细看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要 收支票 其实如果让他寄一张支票来 应该也蛮酷的 不过我们先不管这个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电汇 那从国外汇过来的话 哇 这个手续费虽然说 比支票的还要少 因为支票它是会寄实体的 一张支票来给你 那想说现在什么时代的 就用汇款嘛 那结果汇款 汇款的手续费很贵耶 汇款手续费很贵 那网路上的话 就有很多的前辈神人 就提醒大家 就说 有一个银行 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然后呢 他可以从国外汇款进来 零手续费 哇 那我想这个很棒耶 我就赶快去看一下 那结果呢 后来不知道是我看这种 财经资料的能力比较差 还是说 我看到的结论是 他好像是也不会平白无故的 让你从这个国外汇钱进来 然后免手续费 他有一个前提是 你要在他的银行里面开户 然后这个户头里面 要一直维持有50万台币 才能够有免手续费的这个优惠 那我现在没有闲钱50万可以摆在他的户头里面 所以就想 好吧那就算了 我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那他呢 要电汇收钱的话呢 要有外币的账号 要有外币 特别是 最好是美金的账户 那结果我就发现 哎 我有一个耶 几年前好像是办保险的样子 我有一个中国信托的 我本来没有中国信托的户头 那我记得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吧 然后呢 就开了中国信托的这个台币的跟外币的 也就是美金的户头 那就好吧 我就这样去查 结果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中国信托好像是从国外汇馆进来的话 单次的手续费要400块 要400块 那当然前面之前我就说 从11月到1月有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那个税籍的资料 那税可能会另外扣 那我现在好不容易 我说我从去年11月到6月底 然后呢 这么一段时间的话 我好不容易赚了101块美金 大概是3000块的台币 然后手续费就吃掉400块 那这样子很奇怪啊 每一次3000块 然后就扣掉400块 扣掉了一成以上耶 那就我就去给他设定 因为他其实可以设定 就是达多少标准以后 因为他好像都是 你只要达标准了 他一个月就会跟你结一次 就会跟你结一次钱 那因为我是7个月 才有1000块 所以我不知道我 100块3000块台币 我不知道我下一次 又再达到这个标准 要多少的时间 而且每一次3000块寄来 就扣掉这么多的手续费 好吧 所以我就是给他改 因为他的 他好像是付款的那个 的那个间隔 好像不能改 就是你只要达到标准 然后又没有延迟的理由的话 他每个月20几号就开始会结钱 然后就会要看是自己支票 或者是要电汇给你 那但是他可以改 他可以改 多少钱可以付 因为他的最低的起付标准 就是101块美金 然后我就可以去改 改要多少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我要改成200美金 300 500还是1000呢 如果说是1000美金的话 就是要累积到3万台币 那我100美金花了7个月 那1000美金呢 要70个月吗 还是我接下来如果说 大家比较支持的话 那不用到70个月到30个月呢 20个月呢 好吧算了没关系 人要有骨气 所以我就真的就给他写 等到有了1000块美金 再汇款给我 唉我为了省手续费 这样是不是很蠢 好吧所以我就给他改了 因此呢我要等到 所以现在YouTube真的要给我钱了 我没有骗人 我是货真价实的YouTuber 我已经经由 经营YouTube频道 已经赚到101块美金了 那只是还没有要叫他付钱给我 因为手续费会被银行吃掉太多 然后我还不知道税会扣掉多少钱 所以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加油吧 累积到能够有1000块美金的收入 所以呢我就把它改了 然后呢我就想 嗯不要200 300 500 就一次给他1000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领到 不过其实还是很开心 那我就有去看一下 就是我的整个不是说 他其实不是 我说平均啦 平均7个月3000块台币 那但是他不是平均的在走 他呢有高有低 然后呢到6月的时候 突然的冲起来 那当然到7月又掉下来 那我就想到6月特别冲起来 我6月有发什么 什么影片 然后点阅率很高吗 我就一直想 好像印象中没有 那我就当然靠想的没有用 我就去看 我就去看我6月发了什么影片 那结果呢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 那个时候我发了 在6月中6月底的时候 我发了这个去年的 分科测验的解题影片 那虽然说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不过我那个教学影片 跟这个解题影片 我都还是有在 还是有在处理 有在上传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分科测验的解题影片 那当然好像也不是我发的新的 因为我现在在解题的时候 我会一直觉得 他这个题目出的很烂 然后108课港很烂 所以大概这几年来的话 我的解题影片的点阅率降的很低 因为大家大概很急的想要看解题 不想要看一个国际上发老少 那不过毕竟还是在大考前 所以呢 大家就会看 因为我做解题影片已经做十几年了 那除了解题影片之外的话 我想应该还有原因的话 就是我的点阅率最近比较高的影片 大概就是打电动的影片 那我是离开学校之后 我已经不再是老师的身份了 我才开始po打电动的影片 而且好像也就是这几个月才开始的 那我发现打电动的影片的点阅率 比我交绝的影片的点阅率还要高 非常多 那好像是那个Super Street Fighter 2 超级快打旋风2 春丽的对春丽的那个很高 800多 我点阅次数800多 那有的比较少就是二三十四五十 那但是能够到100的就算多了 那我是一个很悲哀的这个YouTuber 对我来说 点阅率就是shorts不算了 就是一般的影片点阅率能够超过四五十就算高的 所以也顺便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这样的话就是订阅人数 我那个时候达到一千人 然后到现在我刚看的话是一千七百七十七个 因为很好玩的是在学测跟在分科测验 前一个月左右我的订阅人数会上去 然后点阅率也会稍微上去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大考一结束的话 大家大概不想再碰我的影片 不想再看我的频道 觉得我会跟悲哀的高三岁月连结 是不是 所以呢 一考完很明显就会有退订场 不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玩啊 你不用订阅你也可以看我的影片啊 不过就是很明显已经好几年都是这样 那当然我之前还没有资格参加分轮计划 可是好几年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是学测跟分科 以前叫指考 学测跟指考前会冲高 然后呢 一考完 有些同学的动作很快 就是第一天考自然课 一考完 下午晚上马上退订 所以我的订阅人数就会下降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原因 也就是这个考前啊 解敌影片啊 还有这个打电动的 那其实我打电动的就是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打电动 我小时候不是什么乖孩子了 那那个时候的话打了很多电动 不管是外面大台的还是家里的这个任天堂啊 超任啊 SSPS啊 PC Engine啊 不再还没人记得这个 NEC出的 那反正玩得非常多 那我一直很想要po的 除了格斗的 横卷轴 这个动作过关的 射击的 其实我最想po的是 俄罗斯方块跟魔法宝石 这两个我觉得最有趣 最有趣 那我觉得我的俄罗斯方块玩得还不错 那特别是我觉得最原主的最古老的那一个 最原主最古老的那一个 那我有玩到999条 也就是已经到底了 它的条数不会再累积了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说了 这个高中的那个时候玩俄罗斯方块 我要在外面玩大台的 我头五块钱可以玩很久 然后玩着玩着 会很多人围观我在玩俄罗斯方块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po俄罗斯方块 那但是因为这个有一点麻烦 因为我就是有一点麻烦 有一点麻烦 我接下来我会再努力克服 然后把这个意志类的也把它录了 因为我现在都是 我现在的是格斗的 横卷轴的我也已经有录了 但是还没有排到这个播出 那另外的话呢 那当然这段时间我也有一些新的影片 例如说我有弄这个伸展输压养生健身操 那就是带大家做一些这个伸展 然后呢想办法就是结合了这个西方的跟东方的 那这个也不是说我莫名其妙就做这个了 当然有很大的重点是 我因为自己的筋骨很硬 然后再加上我因为要游泳 然后呢筋骨很硬又要游泳 然后呢 我一直说我要做游泳的影片 然后一直都还没做 现在都已经七月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 不能冬天的时候做吧 游泳的影片应该天气热的时候 看的人比较多吧 然后我一直想要做那个用台语讲英文的 也一直还没做 所以想做的东西很多 然后呢 还有讲我以前买的录音带 对录音带 高中时候主要是买录音带 讲我以前买的录音带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关于北女的一些这个故事 就是我在北女的这二十几年来 有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应该还蛮好玩的 所以这些都是想做的 那但是都还没做 都还没做 那但是我做了这个伸展舒压养生健身操 那也就是说我因为自己筋骨硬 筋骨硬 干嘛发音不准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因为我要游泳 然后呢 我本来只会游不标准的挖室 就挣的油跟洋室的挖室 那是不标准的 那但是呢 我就自己看书 我游泳的书看的没有三十本 应该也有二十本 然后呢 网络上看 网络上看影片 然后还有看文字 看的非常的多 其实我自己没有在YouTube上面看影片 我在YouTube上面看最多的影片就是游泳 然后还有两三年前开始接触股票的时候 就是看股票的影片 那当然我现在几乎也又都没有在看 又都没有在看 因为你看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说过 我已经会像股票老师那样子说话 不过我们没有证券分析师的资格是没办法讲的啦 就算你拿到资料 就算是马后炮 就算你做的话 不过我想应该不要是推荐个股跟预测 应该还是可以讲啦 不过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要讲那个东西啦 要讲到要讲那个东西 所以呢 游泳的部分 那游泳的话呢 不是在游泳池里面才能够练习 有很多的动作是在岸上就可以先做的 所以呢 我就看了非常多的书 不管是游泳的书 我刚说游泳的书 我看没有三十本也有二十本 其实游泳的书并不多欸 就是台北市图书馆游泳的书几乎都被有借完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啦没关系啦 然后呢 另外的话就是 我就想说 而且我本来又对中医的一些指呀 一些穴道 一些推拿 一些什么东西 不过我都是自己 自己学自己看的 然后配合我以前学动物生理 人体生理 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身体力行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姿势跟动作能够帮我们伸展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 不管是一大早让自己有精神 或者是一整天回来 这个帮忙疏压 或者是有一点像运动完收操 或者是运动之前暖身 那我的想法是 我就是把很多 我过去 我说我看了很多的书 然后学的这一些动作 然后呢就慢慢的也交给大家 也是自己在练习 然后另外的话我最想要做的就是 也不是说最想 就是我的计划 然后也就是说 当我把我看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书的一些动作 全部都做完了之后 其实我是想要找一天固定的时间 然后就直播 例如说每个星期几的一大早或者是晚上 然后就直播 直播就带大家做 大家就习惯看着 然后每天晚上就做一些动作 然后来帮忙伸展 来帮忙疏压 那但是直播 因为我现在是用DV在录的 直播就要用手机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 其实我之前也试过直播啦 不过就再看看再看看 我现在都还在累积 还在累积我的那个生长书丫的影片 我现在应该已经拍了12支了 那因为我有排 我弄了一堆影片 然后排它这个陆续的播出 现在是7月25号 我已经排到 两个月后了 我的影片的那个顺序已经排到9月了 那至于是9月10几号还是20几号 就是一个半月两个月之后了 然后short的排到8月21号 嗯 对啊 弄了很多 有时候会有一点迫不及待 像今天这个的话就是额外多录的 就是额外多录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YouTube有会提醒说 这个会员啊 要怎么经营啊 然后有一些影片 如果是会员优先的话 他会有醒目标签啊 他就会提醒我 那我就想 嗯好吧 所以我前天 诶昨天 昨天 我也把我以前 那其实我最早想要 po影片跟大家讲话 是在十几年前 民国九十九年 一百年那时候 我就有录了 所以 当然那个影片已经很旧了啦 那那个在我昨天发的 这个社群贴文当中 有YouTube里面的社群贴文 社群贴文当中有 然后 我刚看了好像有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按赞了是不是 那通常 看的人一定会比按赞的人还要多啦 我在里面已经有说明了 所以我现在就不要说太多了 哎我这段是不是讲太长啦 大家的兴趣会不会只是想要知道 支票啊 电汇啊 然后你花了多少时间赚了多少钱 那个我刚刚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还有讲到这是我离开学校之后 就是这六七个月来 等于算是第一笔收入啦 现在过着很潦倒的日子 不过也不能这样讲啦 我在准备一些东西啦 然后再厚植一些实力啦 希望有机会 不管说是往企业界 往教育界 往媒体界 往出版界 或者是现在的YouTube 我都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 那只是说 这要慢慢来啦 这要慢慢来 这也急不得啦 这也急不得 当然 就体现了储蓄的重要性 对不对 当然我讲的是过去啦 现在没赚钱要怎么储蓄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哇 这段影片好像讲太长了 不过 真的很开心 耶 我真的是货真价实的YouTuber 因为YouTube已经要付我钱了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我六月底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101了 七月我觉得 好像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我有播 我之前说我是播姐弟影片嘛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例如说学测成绩单计发了 然后要学测了 然后这个 申请入学的第一阶段 就是这一些 有时候的话有一些孩子 或者是爸妈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会 po一些影片 那当然这些影片的点阅率都很低 那不过呢 有一系列的影片点阅率还不错 就是学测前十天 分科测验前十天 我该注意什么 那当然今年的没有很好啦 没有去年的好啦 不过也还不错 我不是说我的影片 点阅率到四五十以上就算厉害的 一般就是十几二十 然后二三十 那但是呢 我那一个 我在七月就这个月 七月就是 分科测验前十天 七月三号左右 我那时候贴的那个影片 点阅率有两千多耶 还不错 那应该也就只有那个 也那个还可以啦 不过 希望能够有好的发展跟未来啦 那能够在YouTube上面 我想做的真的非常多 我很喜欢跟大家说话 可是我的喉咙很不好 虽然说现在已经 不用这样一直上歌 一直说话了 可是大家有听得出来吗 我声音也还是怪怪的 好吧 那一大大地讲一大堆 这个 我其实也蛮想开直播 然后跟大家聊天的 其实我也是想 我那个伸展书压到时候 现在的话 还在慢慢累积很多的动作 让大家熟悉 然后接下来直播的时候 我就 因为我在我的伸展书压的影片里面 我一边做还会一边跟你讲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然后要注意哪些 哪边要用力 哪边要放松 怎么样的 那到时候如果我真的 所有我觉得我了解的 跟有效果的这些 姿势跟动作 我都录得差不多了 我可能就会找机会来开始 是不是就是直播 然后带大家一起做 就像 就像你看一些健身的影片 超门跑的影片 运绿舞的影片 我这个就是伸展书压 大家养生健身操的影片 你就可以跟着做 我是希望这样 然后到时候一边做 就可以一边跟大家聊天 那其实我也想 就是开一个播放情单 或者是个podcast 其实没干嘛 就是跟大家聊天 那但是聊的内容 要大家能够听得进去 要找到一些话题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还是很开心 虽然说我已经 这个有骨气 说一千块美金 你再把钱给我 但是至少已经证明了 我已经从YouTube上面赚到钱了 只是说很少 不过万事起头难啦 已经有起头了之后 就要继续下去 守城不易 莫无途进攻 是不是 加油加油加油 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咯 耶